总统大选落幕 民进党赖肖佩胜选之后 谁将会接任隔魁 也是各界关注的焦点 现任总统府秘书长林嘉隆 担任隔魁的呼声不小 前文化部长郑力军 还有高雄市长陈奇迈 也被点名 而赖清德今天 连续接见了两团日本外宾 期盼提升台日的多元合作关系 送给日华议员 肯谈会会长古物龟司 挺台湾的棒球外套 古物龟司当场穿下 到选后首日 总统大选人赖清德行程很忙 还接见日台交流协会会长大乔光夫 不仅有日本来宾来台表达祝贺 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哈德利 以及前副国务卿史坦伯格 在AIT主席罗斯伯格陪同下 访问台湾 重申美国长久以来对台海和平 稳定的关键 而赖清德选上之后 谁来接首任隔魁 被点名的有总统府秘书长林嘉隆 前文化部长郑力军 还有高雄市长陈奇迈 那这为国取材的部分会从社会各个领域来 不会甚至跟各党各派都会来合作 那我觉得这就是未来新的隔魁 有可能来组成的一个方向 不会只有仅仅只有民进党 原本郑文灿呼声也很高 但桃园立委一席也没上 恐怕已经先出局 蓝绿白写词都不过半 对准格魁来说是一大挑战 只要是优秀人才 我相信赖清德总统当选 他一定会全力的来争取 同时间来禁用 赖清德520就职之前 按惯例内阁将会总辞 重新改组成看守内阁 预计在农历年前后 征询新内阁可能人选 就看赖清德怎么安排及规划 记者萧比校医生台北报道 国民党在2024总统这一局落败 那么学者也点出了 侯友宜落败的原因 选战策略拉拢中间 年轻选民力道不足 学者建议在蓝营基本盘 不断微缩的情况之下 国民党应该立即改革 由青壮派的领袖 像是蒋万安 卢秀燕等人接班 才能够重新老店新开 吸引中间选民 还有青年支持者回归 生生一鞠躬向选民道歉 票还没开完就承认败选 2024总统这一局 国民党无法延续 九合一大选的胜选气势 就连侯友宜的本命区 新北市不仅得票 低于连任市长的 115万票 甚至还输给绿营的赖萧佩 就算是负面的神浪 他也必须争取他们的谅解 甚至是支持 学者认为蓝营选战策略 无法面面俱到是败选关键 更直言未来地方选情堪忧 六都市长很有可能后继无人 预估26或者是到28来讲的话 蓝的基本盘可能会更行萎缩 那白的基本盘会无限的扩张 因为年轻族群的一个关系 侯友宜在选择中期 主打好康代等政策 建制青年选票 不过在绿白夹杀之下 依旧无法私下国民党传统 老派的既定印象 再加上蓝白合作破局 更激起双方支持者对立 蓝营未来要抢中间 年轻票恐怕改革势在必行 国民党如果现阶段 还是原来的领导阶层来说的话 没有办法有拓票 独秀业跟蒋万安 要有接班的那种勇气 更有媒体人点出 国民党的总统选战是 先天不足后天失调 没有挑拓蓝的框架之下 你就很难到吸引中间选民 国民党在六都都败给赖清德 最代表光炮基本盘 要重返执政舞台几率不大 选战激情过后 百年大党除了要思考 国会怎么和关键少数合作 更要想想怎么样增加年轻人 好感度 总不能让民众党在中间选民 年轻人这选票区块 一枝独秀 谢谢双方刘成为台北参观部导 再来看到民众党主席 柯文哲总统选举败选之后 第一天他还是准时一早就上工 跟党内八名准部分区立委开会 外界也关心蓝白选后开杠 互抓政党为轮替战犯 黄珊珊遭来因炮轰 作假民调 也回呛朱立伦诈骗不成 反而责怪报警的银行行员 是否意味着国会合作破局呢 全理委黄国昌则回应 针对立院龙同选举等议题 党内已经有了初步的共识 预告在明天的上午十点 就会开记者会说明 选后没有休息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换了一件飞行外套 十四号一早准时出门七点半抵达办公室开工 你会跟绿营合作还是蓝合作 在立院的部分 我们下开会再讲 周五跟马步停蹄 召集八名不分区立委当选人开会 毕竟手握关键少数力量 未来在立院合作的方向 直接牵动蓝绿韩国瑜 游锡坤谁将成为立院龙头 未来立院过半的颜色是绿白还是蓝白 先预告答案下集才能分晓 但选后国民党活力全开 炮轰政党轮替失败 黄珊珊就是最大战犯 黄珊珊的假民调 就是这一次 没有办法达成政党轮替的罪魁祸首 所有台湾的民众 现在看清楚了 真正没有穿裤子的 就是柯文哲主席跟黄珊珊 不受蓝营支持者 也涌进柯文哲脸书留言 只指是历史罪人 黄生先破文回籍 国民党只想用民调误查范围 请君入望 我的任务是守护柯文哲 而不像国民党主席诈骗别人不成 反而责怪报警的银行行员 大家要学习成长 不要在那边留那个没有必要 谁有没有穿裤子 关他屁事 选后啦 那各方的支持者的一些情绪 我们都可以理解 立院三党不过半局面 民众党成为左右新会期 关键蓝绿白的合纵连横 成为攻防新焦点 介绍到冯浩宇台北采访报道 2024总统立委大选落幕 但昨天下午开票的时候 各地开票所却陆续发生 唱票的乱象 在台中的落泉里 有一张立委选票 原本是废票 但后来改为有效票 引发民众的不满 台中选委会表示 圈印有盖候选人的蓝阁线上 所以判定是有效票 另外呢在云林还有新竹 选务人员没有按照标准的流程唱票 而是把所有选票倒出来整理才报票 也让现场监督的民众 气得录影解决 民众监督开票发现选务人员没有按照唱票流程开票 我现在在那边我就准备要唱票了 不要干扰我开票 选务人员不选民众抗议继续爆票 民众气炸 质疑做票 当场打电话检举 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 马上打电话 叫他们马上立即 这就发生在云林台西乡 0051投票所 票轨里的选票被全部倒出来分类整理 这可不符合规定 正确开票流程得减票 创票计票 最后才是整票 不影响整个我们开票的结果 但是他因为没有按照程序处理 这个时候我们会做检讨 然后依规定来承处 创票乱象还发生在新竹 同样把票倒在桌面再创票 而台中落权里的投开票所 民众不满大吼 因为选务人员手上的这张立委选票 一开始被认为是废票 但后来改为有效票 直接开选票 绰张就盖在严宽恒跟林静怡之间的空格 不过把镜头放大看 全影刚刚好盖到林静怡的隔线上 就算只有一点点 台中学委会说还是算有效票 我会觉得说 那是盖在中间 上次他们认定废票 他现在又变成二号的票 像是盖章超出栏位 或是同个格子内盖两个圈印等等 只要可以辨别都算有效票 毕竟每一张选票都决定着 国家的未来 记者综合报导